今天来介绍一下工商时间以下 我们工作室新进的一对班主箱 G调跟F调 那班主箱当然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班啦 每一支的班纹都不一样 那也很多人收藏这个就是因为它的班 每个班都很漂亮 那这一对班主箱跟之前的一些班主箱相价起来 它比较粗一点 比较胖一点 所以它音色也会比较浑厚一点 但是相对来讲它就没有那么骨感 那么骨感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那当然G调的箱跟F调其实表现还蛮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比较看看 像G调的箱看起来几乎快要比F调还要粗了 所以它会感觉比这个F调好像更粗胖一点 那F调还听起来比较骨感一点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音色 那么骨感变得比较骨感一点 像G调的箱看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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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